so 其实呢 18672清断食 当然就是我们愉约公司 它自己就是把它称为18672 这组数字呢 其实它有那个意思在后面的 那么其实呢 英文叫做intermediate fasting 那么当然就是可能大家俗称的 可能有听过的一个词叫做 间接性断食 或者是叫做168或186这样子的 这种断食法 其实是很相近的 只是说我们18 我们愉约公司的这个18672呢 有就是用自己的产品 然后有那个时间是大家需要去遵循 那么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因为有一些人呢 他们自己在家去执行这个168的时候 我不懂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自己在家 可能进行过这168 但是其实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呢 有自己去进行这168 但是呢 其实他们有说 可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 就是可能就是今天执行 那么可能就是明天就没有这样子 所以就看到了这个成果 可能没有这么的明显 那么如果大家有遵循这18672的话呢 其实呢 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这种intermittent fasting呢 其实是在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种饮食法 我要称它为是一种饮食法 是因为它只是一种饮食模式 所以呢 就是一种 因为好像我们有之前有一些饮食法 好像可能叫生酮饮食啊 或者是有一些是什么palo diet啊 这些等等的 那么其实这个intermittent fasting也是一种饮食法 这样子 所以它不是什么 什么好像一个减肥的一个program 或者是说 怎样子 因为其实很多减肥有不同的方式嘛 那是就是一个方式 那这个呢是一种饮食法 所以就是这个概念 其实有稍微的就是不一样这样子 那其实为什么要做这种清断食呢 其实呢 不只是 我们不应该只是focus在于 它可以帮你瘦身这样子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讲说 哎呦 我自己很瘦啊 我就根本不需要瘦身这样子 那我还需要进行18672嘛 其实当然是可以啊 因为呢 这种清断食呢 它给你的这个好处呢 是beyond减肥而已的 它可以帮你做一个 在一个体内一个大扫除这样子 就是呃 还可以帮你就是除了所在于你的呃 呃 让你看起来更年轻之余 也可以让你也年益受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呢 我们对吃很执着 呃 呃 相信呃 很多人呢 就是对吃很执着 才会造就了 他有那样的就是呃 这个可能就是呃 显现在他的身材上面啊 啊 那有一些人呢 就是看到自己肚子的那个肥嫖 就会说啊 这是我用钱囤出来的 那当然就是我们很爱吃美食呢 尤其是在呃 我们马来西亚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些呃 美食是我们无法抗拒的 但是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 当然是可以吃这些美食 对吧 如果你不要太注重呃 健康方面的这些顾虑的话 因为很多食物呢 其实呢 就是在于如果是呃 我们看他的这个营营养方面的话 其实是没有这么健康 或者是说他在于他制造的过程当中 就会让他不是一个 很有营养价值的食物这样子 但是 我们还是很爱吃这些食物 那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你才能一直吃这些食物 对吗 所以呢 要怎么样去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呢 当然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 哦 我这么多运动啊 或者是说哦 这样的话我就 我就吃一些保健品啊 或者是说呢 哎 不如我们来做一个呃 清断食 其实也是一个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好的方式 因为呢 其实你当你做清断食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吃进去的毒素 也可以帮你就是排排出去 所以就是说 清断食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那当然就是因为在于食品 当我们说食品的时候 就是说他是有经过一些呃 加工啊等等的 那么当然在于市面上面的这些呃 食品 他当然就是有加了一些可能化学剂啊 防腐剂啊 香料啊 色素啊 呃 这些就是比较所谓的呃 不健康的这个呃成分这样子 尤其是这个牙硝酸盐呢 他会常常出现在一些呃 可能就是研制类的一些呃 一些食品 还有就是一些呃 好像一些好像呃 我们讲还有一些肉呃 加工食品的肉类等等的 那牙硝酸盐呢 其实他可怕是在于他过多的话 是会致癌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漂白剂啊 甜味剂啊 中味剂啊等等 就这些东西加在这食物里面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稳定 然后呢 就是让他变得更好吃 然后也就是让他的颜色很美 然后你就看看了会觉得哦 他的就是颜色看起来很美 然后你会觉得试解 试觉上面的效果啊 会让你想要吃他这样子等等 那这些东西呢 如果我们身体呃 当然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能力的去代谢他的 但是如果你一直吃这些食物 然后你又不照顾你自己的身体 那么你的身体呢 一直就是呃 逐渐的就会让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肝脏啊 还有肾脏啊 就是呃 超过了他能复合的一个呃 程度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就会累积在我们的体内 然后逐渐产生一些影响 那另外还有一个呃 健康的课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胰岛素阻抗insulin resistance 那insulin resistance呢 当然就是对于一些呃 糖尿病患者来讲 就会呃 有非常大的联系 但是呢 其实胰岛素呢 呃 胰岛素阻抗insulin resistance呢 其实是我们可以把它断定为是叫做呃 一个pre-dumbatist的一个stage 也就是他是在糖尿病潜伏期很长呃 就是其实已经是有这种现象了 但是很多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呃 这个血糖的问题 那如果说他一出现有这个胰岛素阻抗的现象的时候 可能五到十年过后 他就会呃 演变成这个糖尿病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呃 像我之前有分享的一些呃 课题啊 呃 其中一个课题是关于血糖管理的时候呢 我都会吃糖尿病讲说 呃 呃 尤其是你当你在有呃呃这个pre-dumbatist的时候呢 你要及早的发现然后及早的去呃去治呃去治呃去治做治疗 这样的话呢 你才可以逆转 因为呃 呃 当你有处在于insulin resistant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个正确的饮食 还有正确的一个呃生活习惯呢 来去逆转这个呃 颐岛素阻抗的现象的 那颐岛素阻抗呢 其实呢 意思是说 我们的人体细胞呢 呃 特别是哪里的细胞呢 就是在于你的肝脏 你的肌肉 还有脂肪细胞 这三个地方的细胞呢 对颐岛素的敏感性降低 那颐岛素 它的工作呢 就是帮你降血糖 对吗 所以呢 如果说你的颐岛素敏感度不够的话 它不能 它不能好好的 帮你把血糖带进细胞以内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变成说 你的血糖呢 就是会在于你的血液当中循环 那么无法顺利的进入 呃细胞当中进行呃分解 还有进行一个能量的攻击这样子 所以当如果说 你的身体已经分泌了一定量的颐岛素了 但是它还是不能 把你把血糖降下来的话呢 你的身体其实会一直不断的去产生更多的颐岛素 来达到帮你的血糖降下来 久而久之呢 你的这个颐脏会很 就是越会过度疲劳 过度疲劳的话呢 造成以后就没有办法足够产生 呃 一定量的这个颐岛素 所以你的血糖也会一直居高不下 所以颐岛素主抗呢 是呃真正糖尿病的这个呃潜伏期 所以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个颐岛素主抗的现象呢 其实呢 它的病因是蛮复杂的 主要是包括跟这个遗传因素 还有环境因素有关系 那么遗传因素呢 可能就是有遗传的呃遗传的缺陷 还有一些基因的突变 那大致上的呃 几乎95%的这个糖尿病患者 是属于恶型糖尿病嘛 那恶型糖尿病的话呢 它它的这个呃 主要呢 也是因为这个呃 肥胖然后缺乏运动 还有呃抽烟等等的这些行为 所呃所造成的 那颐岛素主抗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呃 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其实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多呃 观察自己的这个呃 身体就是如果说是呃 外在的话呢 应该要多注意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腹部的肥胖 因为如果你的腰围很大的话 女性呃 女性的话应该要少于70cm 那男性的话呢 要少于85cm 我们讲大马的男性哦 跟大马的女性 那如果你有超过这个范围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呃 你有这个呃 你就有可能是有存在这个颐岛素主抗的现象 那或者是还有一个就是你拿你的腰围 除以你的臀围 那么得到的那个比值的话 那么得到的那个比值的话超过了一个健康范围的话 比如说呃呃呃 如果大于如果大于如果大于0.7那男性大于0.85的话呢 就是属于可能就是有胰岛素主抗的现象 因为当你的腰围很大的时候呢 就是代表说 也就是你有皮下脂肪过多或者是有内脏脂肪的现象 那如果是有内脏脂肪现象的话呢 是呃非常危险的 因为内脏脂肪呢 它就好像一个腺体 一个endocrine gland 那么这个呃它这种呃呃 这个胰岛素主抗啊 或者是说让你的这个润分泌啊 失调等等的 所以腰围其实是非常呃非常 就是大家要去呃 多注意自己的腰围的 因为有一些人他的四肢是很瘦的 但是他的这个腹部的这个脂肪呢 就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我们俗称的 比如说好像肚囊啊 或者是一个游泳圈 或者是一个轮胎这样子 所以这个要非常注意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一种这个症状呢 就是当你在吃东西过后 你会很容易 会很容易碍碎 就是感觉到很疲劳 那个呢 其实是有称我们讲说 一个脑脑盲的现象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其中一个一个症状 那当然还有就是 可能就是你的这个 你渴望比较想要吃糖啊 或者是说你有比较常 有饥饿感啊等等 那正常的血糖呢 其实呢 是很容易被我们 如果是你有这个足够的胰岛素 那胰岛素敏感性是没有产生主抗的话呢 它就会很顺利的把这个血糖呢 带进我们的这个细胞里面 哪一个细胞呢 就三个细胞就是我们的肝脏脂肪 还有肌肉细胞里面 但是如果你有产生 胰岛素 胰岛素主抗的时候呢 它就是不能把它带进我们的这个细胞里面 好这个都是刚刚已经有的大概解释过了 好所以呢其实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呢其实对于这个胰岛素主抗来讲的话呢 其实呢是很多就是一些代谢是代谢综合症的一个症状之一啊 那么比如说呢 如果你的这个其实呢你有一个代谢症候群的症状的话 可能就是有伴随着四高或者是腰围过出的现象的话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去注意 那后期的话呢 持续五到十年的话 你就会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阻塞的问题 或者是说就是会引起中风这样子 所以呢刚刚我一直有讲说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血糖问题 是因为他不知道原来自己是有这个胰岛素主抗的现象 然后呢过后慢慢的五到十年过后呢 他才被诊断为有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 其实呢已经是你的可能就是你的这个胰脏 已经是没有办法足够分泌足够的这个胰岛素 那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种的 比如说是你的体重过重 就是你比较就是属于久坐型的 就是不运动类型的人 还有就是呢就是你可能你是有一个多囊性软潮症候群的 那其实有这个多囊性软潮症候群的人呢 其实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内分泌 就是他的女性荷尔蒙方面呢是有不就是比较有呈现在于失衡的这个状态 所以呢会造成他有这个肥胖的问题 那肥胖的话呢就会导致的身体有一些代谢的问题等等 或者是呢有一些是因为他有甲状有那个甲状腺失调的人 其实有些他有他有时候也是会有肥胖的问题 那也会导致有这个代谢的问题这样子 那就是这种的就属于内分泌内分泌问题 内分泌问题的人 那有一些呢就是生活形态的人 就是说他的这个饮食习惯不好啊 还有他的生活习惯不好这样子 好所以那其实呢 这个胰岛素你要记得的是你太多不健康太少也不健康 那么其实呢你要让的是其实你的胰岛素呢 不要让他分泌太多 然后让你的这个生糖素也就是Glucagon呢 就是分泌比较多的话呢 你的身体才是会健康的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其实呢是因为如果你记得这个两个荷尔蒙 就是insulin跟Glucagon 胰岛素跟这个生糖素的时候呢 其实呢你记住这两个荷尔蒙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原理 带进我们的这个1672清断食里面的 好那么其实什么是清断食呢 当然就是 为什么他会这么风靡在于全球 是因为呢 当然是因为有很多明星的价值 因为很多欧美明星啊 台湾中国明星啊 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个 做好他们的体重和身材管理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实行这个清断食这样子 其实很多人呢 会认为说清断食是不是要挨饿 其实不是 清断食是你还可以去吃东西 它只是你改变你的饮食模式而已 意思是说你就是在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去吃你要吃的东西 那么在不应该的不应该吃东西的时候呢 就不吃东西 那么你遵循这个原理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做到这个所谓的这个intermittent fasting 那么很多研究呢 其实都有去看说这个为什么intermittent fasting 它可以这么成功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理呢 是因为呃这个所谓的这个细胞制式的原理 对呢 其实什么是什么是细胞制式呢 就是英文叫做autophagic 那么它是由这个日本的科学家大于两点呢 他他就他去发现的 而且他也因为他发现了这个呢 就得到这个诺贝尔奖 那知识的理论呢 其实呢 关键在于就是让你的细胞挨饿 让你的细胞挨饿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细胞就会启动这个知识的过程 知识是什么 自己吃自己 他在你细胞饥饿的时候呢 能把你体内那些呃没有用的东西啊 或者是已经是那种老旧的一些零件啊 他就会自行把它吃掉 来给他自己 来给你的这个细胞生存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细胞制式呢 呃很多人就会想 诶这样的话 其实呢 意思是说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自我更新的一个 呃一个一个过程 不只是可以 就是你想看啊 如果你内部的零件是可以自己的去更新 自己的去维修 呃 那不只是可以让你焕然一新 其实呢 还可以让你比同龄人 呃 更年轻 也比较长寿的 那么呢 其实呢 就是呃 细胞制式原理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很多人呢 断食呢 其实并不是为了减肥的 要记住这一点哦 因为尤其是你启动这个呃 轻断食的时候呢 你不是为了减肥 其实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更长寿 因为你的身体会启动这个细胞制式 那么其实呢 呃 还有呢 就是我看一下 哦 那么有些人就会问说 那么细胞制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状态呢 其实呢 呃 它有时间的 怎么样讲呢 呃 我就来跟大家就是呃 讲看如果你从几点到几点开始没有吃东西的话 你的身体到底会出现呃 什么样的一个 呃 一个这个呃 现象这样子哦 好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好 大概我好吧 我停留在这里 应该是这里没有 好 那通常呢 其实呢 当你在进行这个呃 这个细胞制式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可能你在呃 我们讲二十四小时 就是在这一天里面嘛 那么比如说你从你在三个就是零到三个小时的时候 你吃东西过后呢 你的胰岛素就会做工啊 对吗 因为你有一吃东西 你的胰岛素就会出来做工 那你他出来做工的话呢 他就会把血糖送到去你的细胞里面 这时候呢 你的血糖就会开始下降 对吗 那么你的血糖呢 就会存到哪里 存到肝脏 还有你的肌肉 所以呢 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呢 就会马上拿来用 那当你的肝脏和肌肉的位置满了 他才会把这个血糖呢 呃 这个能量呢 就会储存到脂肪里面 所以你吃 大概是你吃呃 吃食物呃 大概是呃 九个小时过后呢 你的胰岛素就不会再分泌了 那你的这个胰脏呢 就可以好好的休息 因为他不用再做工 他不用再分泌这个胰岛素了 但如果他不分泌胰岛素的话 你的身体还需要能量 对吗 需要energy 那这个energy从哪里来呢 那么你的胰脏呢 就要去分泌生糖素 来去释放肝糖 因为刚刚你要记得 你的这个血糖呢 会存在你的这个肝脏那边 其实会变成肝糖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的身体需要能量的话 那么他就会用生糖素 来去释放这个肝糖 所以呢 其实你没有吃东西 九个小时 你的身体还是有办法 去帮你维持一定的血糖浓度 呃 来稳定你的能量攻击的 不要认为说 哎呀 我挨二三个小时 我应该要吃东西的 其实你没有吃东西 也不会死的 也没有关系的 是因为你的身体 还是会释放一些血糖 一个这个肝糖 来转换成血糖 来攻击给你的身体的 那十一个小时过后呢 你的体内的肌肉的糖 其实也消化的差不多了 对吗 因为呢 我们的细胞 我们的细胞 储存糖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有限的 那大概在十一个小时过后呢 你的这个体内的糖呢 被消耗的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开始 它就会消耗脂肪 最后呢 才会用到肌肉的 所以呢 你没有吃东西 其实呢 也是可以帮你去消耗脂肪的 所以呢 在于这个所谓的 intermittent fasting里面 你只要做得对的话 其实是不会造成 你的肌肉流失的 反而呢 会分泌一点生长激素 这个growth hormone 还会帮你 就是growth hormone的话 其实是可以帮你去维持 肌肉的这个 它的这个量的 你的muscle mass的 所以除非你真的 不吃东西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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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 三四个星期几个月 没有吃东西 那么你才会去消耗 你的这个肌肉这样子 那当你在燃烧脂肪的时候 那么你会产生一个复产物 叫做酮体 那酮体呢 是可以直接当成燃料 来去提供给我们的大脑的 所以呢 你的大脑不只是用葡萄汤而已的 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的大脑要糖分 但是其实你的大脑不只是用糖分的 它也是可以用酮体 来当做这个能量的来源 所以这时候呢 你在断食的时候呢 你会脑特别清醒 特别能专注的原因是在于这里 所以断食的benefit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让你的头脑更加清醒 和特别能专注 那当然你是在代谢你的脂肪 去消耗你的脂肪嘛 对吗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后面就有这个 这个 这个呢 就是呢 你吃进去的话 你的这个能量呢 就会储存在于你的脂肪细胞里面 但是呢 当你在做细胞制式的时候 它就会代谢你的脂肪 那么代谢脂肪的时候呢 它会一并把一些储存进脂肪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啊 还有一些荷尔蒙啊 还有包含呢 溶解脂肪里面的一些毒素跟有毒物质 也会被代谢掉 带出来进入血液当中 所以呢 理论上 瘦的好处呢 就是减少你的脂肪量 也同时减少一些毒物储存在体内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 因为呢 我们讲 我们有时候我们吃进去很多的毒素 对吗 那毒素呢 很多时候呢 是会储存在我们的脂肪细胞里面的 那如果你有做这个清断食的时候 你燃烧脂肪的同时 也会把这个毒素排出来 但是它排出来的话 它一定会过你的血液 那血液的话呢 就会进入肝脏啊 再进入肝脏啊 还有你的肾脏 再进行分解跟排出体外 所以呢 从这里的话 大家要记得 就是当你在做18672清断食的时候 必须要喝水 喝很多的水 那你才可以 就是顺利的把这些东西 就是排出体外 所以目前为止呢 科学家呢 都认为说 减脂是一件很好事情的原因 是在于这里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的是呢 就是当你在 就是你距离你吃下去食物 大概14个小时过后 那么你的细胞姿势 其实已经启动了 那我们的人体呢 其实是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比较容易出错的 我们的细胞呢 比较容易做一些蛋白质 做错一些蛋白质的东西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零件啊 是用蛋白质做的 但是它做错了 它不能 它就是 它做错了 那么呢 它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呢 如果你有启动这个细胞姿势的话 那细胞姿势呢 就是去处理这些做坏的蛋白质 但是像这些 比如说癌细胞 是坏掉的细胞 它没有办法死亡 那细胞姿势呢 就发现说 它是可以去吃掉这些 也是可以去吃掉这些 癌细胞的 所以总之呢 就是当你的这个细胞老了 你的DNA受损了 容易做出品质 比较没有这么好 Quality 没有这么好的一些蛋白质零件 那细胞姿势呢 就会把这些零件 重新回收处理 所以呢 你的细胞跟身体呢 可以变得更有效率 没有去储存这些 老费的东西 那么你的身体 其实呢 是比较轻的 就好像你的细胞 在帮你去做一个大扫除 还是很有质量的 这种大扫除 所以它会确保 你的里面的 这些生理的原因啊 这些都会比较正常 好 所以呢 其实呢 比如说 我们讲说 其实呢 你的这个 我们讲 当你在肥胖的时候呢 其实是你的这个 脂肪细胞变大 那还记得 应该是上个礼拜嘛 上两个礼拜 我有讲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 肥胖课题的时候呢 就有讲到说 这个其实呢 我们的 我们会肥胖的原因呢 就是会把我们的脂肪细胞 把它养大了 把它膨胀 撑大 那么你可以再进入 把它 你在做一个清断食的时候呢 你就是燃烧掉这些脂肪 多余的脂肪 那么呢 就会让你的脂肪细胞变得 比较小 所以呢 你就会瘦下来了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就是让你比较 就是缩水这样子 好 那么呢 其实呢 清断食的 清断食呢 其实呢 是我们的 18672 我现在讲是18672 18672呢 其实是通过四天的时间呢 帮助你的身体 去启动这个细胞知识 所以呢 就会启动你身体的一个治愈能力 还有就是减缓这个胰岛素阻抗 然后呢 因为你的细胞知识 会去吃掉这些多余的东西嘛 比如说有瘀毒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老肺的一些 部件呢 在里面 那他就会帮你去吃掉它 所以呢 就有通筋活络啊 减少瘀毒这样子 那也可以燃烧你的脂肪 改善你的这个腰围 这个很重要哦 因为呢 胰岛素阻抗就是跟腰围有关系 还有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让你去促进 全方位的这个免疫力 所以呢 18672清断食呢 是可以帮你减少毒素 减少脂肪 还有身体的这个热量啊 预毒等等 那你要加的是什么 加营养 加代谢 可以帮你加掉你的这个防御能力 还有让你更有活力这样子 那18672呢 其实呢 为什么会叫18672呢 就是在每一天的18小时呢 启动这个清断食的这个阶段 那么就是在呃 呃 呃 这个所谓的可能你就是在8点吃东西 然后2点吃东西 在8点吃 就是828这样子 18 这个18个小时里面呢 你会启动你的这个细胞知识 那么6个小时呢 就是你每6个小时去禁食一次 那72个小时呢 是你安排4天72个小时去进行 所以呢 什么人适合呢 大致上的人都适合 除非你有一些严重的疾病 或者是你是怀孕的 或者是说你有呃 你有做这个呃 打疫苗的呃 我们都会先鼓励你不要去做 尤其是呃 你有打这个疫苗的话呢 就尽量就是呃 一个月过后才去做这个清断食 那么如果说你有 一型糖尿病的话呢 我会比较不鼓励 你去做这个清断食 因为呢 呃 这种清断食呢 其实是要manipulate 你的这个呃 hormone的 就是你要跟你自己的身体的 荷尔蒙对话的 所以因为一型糖尿病呢 是属于呃 比较属于是呃 比较难去呃manipulate的 所以就是呃 比较建议不要做 除非你真的要做的话呢 是必须要呃 跟专业的呃 专业的人员 医生啊 来去呃 来去指导会比较好 那么呃 还有比如说 你有比较严重的 这个胃 胃胃溃疡的话呢 也比较不适合做 呃 所以就是你要看你自己 有没有处于呃 这些我所讲的一些呃 一些情况 那么或者是如果真的 比较不确定的话呢 你就可以问呃 我们专业的人啊呃 可不可以进行这样子 那其实在进行这个 清断食的时候呢 这过程当中呢 你是完全不能去吃炸的 或者是煎啊熏烤的食物 那么这个过程呢 也尽量去少吃这些反式脂肪啊 啊煎灶类的油啊 少糖啊 含糖饮量绝对不可以喝 还有少盐这样子 那每一天呢 其实是一定要喝很多水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 才可以帮你顺利的排 排掉你的这个毒素出去 那尽量就是 其实三里的是最好的 那么其实在于你减食期的 呃 我们是进行 呃 你的这个一包六七二 是进行四天而已 但是其实你有一些 准备功夫要做的 就是你前四天的时候呢 我们是减食期 减食期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 就是呃 让你的食物的分量 比平时少一些 然后呢 尽量吃清淡一些 哦 然后避免晚上十点过后呢 去进食 其实呢 这四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会让你的身体去适应 然后呢 你你这个时候呢 也会boot一个intention boot就是insert一个mindset 给自己说 哦 我现在要做清淡食 所以呢 你过后当你真正进入 一把六七二的时候呢 你才不会觉得辛苦 假如说啊 我饿 饿到不能忍 我可不可以吃东西 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的前期功夫 准备做得好的话呢 其实就比较 不会在你再进行 一把六七二的时候 你比较不容易 有很多的状况 那么那几点吃呢 当然我们有分时间了 就是八点两点到八点 然后呢 是要配合我们的这个产品 一起吃的 那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要有这些产品呢 其实是 当然是有经过设计过的 比如说sell pro 其实sell pro呢 是我一直推荐大家 呃 如果说 呃 大家要吃这个呃 比如说大家要去做排毒的话呢 sell pro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是因为里面有这个骨光肝胎啊 跟鸟氨酸 骨光肝胎呢 是针对肝那边的这个排毒的这个作用 那么呃 鸟氨酸呢 是针对说 它可以把你的多余的这个氨 Ammonia呢 转换成尿素 然后透过你的这个尿液排出去 所以sell pro是可以帮你去清理 你身体毒素的东西 所以把这样的产品加入在你的清断食里面 就非常的适合 对吗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就是呃 吃这个鸟氨酸的原因 是因为呢 鸟氨酸 呃 呃 就是这个呃 呃 里面有这个益生菌嘛 然后也有这个呃 呃 也有这个呃 呃 蔬果的精华 那其实益生菌呢 是在你这个呃 排毒的阶段也是很重要的 是因为你要stabilize你的这个呃 肠道里面的这个菌种 很重要 那么其实呢 肠道菌种的profile 呃 很好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助于你去呃 控制你的这个呃 肥胖啊 还有控制你的食欲的呃 因为好的菌种的话呢 会让你的思维比较坚定 因为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 哦 要记得肠道是我们第二个大脑 如果你会胡思乱想 会一直想要去吃某种食物 其实像我讲的 其实未必是你自己要吃的 是其实是你肠道里面的菌种要吃的 那谁要吃呢 可能就是坏的菌种 要你去吃 你才去吃 你才会觉得是自己要吃 所以呢 那其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的肠道里面的菌种呢 你把它呃 是是全呃 大致上都是好的话呢 那么好的这个菌种呢 是不会叫你乱乱去吃东西的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有呃 两款的这个呃植物油 大家是可以去服用的 第一款呢 是Balance 那第二个呢 就是呃 硬加果油 那为什么会觉得 哎 Balance的原因是因为呢 Balance里面有这个Omega气 啊 因为 Makadamia Oil Makadamia Oil 有丰富的这个Omega气 那Omega气呢 其实呢 就是 一个脂肪酸呢 是可以帮助你去增加脂肪的燃烧的 啊 所以就是在于清断时想要呃 减肥的这个朋友呢 这个东西是对你是非常非常有益处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Omega 3 Omega 3的话呢 其实它也是可以帮助你去预防脂肪 囤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 而且呢 也可以去增加你的这个 Beta Oxidation的Metabolism 就是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呢 其实是有其中一个环节 是叫做Beta Oxidation 所以呢 你的 你有吃很多的这个Omega 3 那其实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Beta Oxidation Metabolism 那么呢 你就可以让你去控制你的体重 这样子 好 那么 为什么会有动力 然后有分 要男版跟女版 那有一些人会说 我不是 我不是女生 那么我为什么要吃男版的 或者是我不是男生 为什么我要吃女版的 这样子 那当然其实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是因为呢 如果你是有属于脂肪 就是我们讲 比较是脂肪囤积 比较多的话 不是内分泌型的肥胖的话呢 那么你就要吃男版的动力 因为男版的动力里面呢 有一个成分叫做 这个我share 我可以stop 这个我share给大家看 maybe大家会比较 比较了解 OK 就是这个叫做 里面的马卡里面有 其实马卡里面的 有一个成分呢 就叫做这个 Benzyl Glucosinolid 这个Benzyl Benzyl Glucosinolid呢 其实呢 它就是会可以帮你去 让你的身体去用脂肪 当做你的这个能量来源 其实意思是说呢 它就是可以帮你燃烧脂肪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热量型的这种 肥胖的话呢 那你在18672的时候呢 你就去 你就去 多吃这个男版的动力是非常好的 那女版的动力的话呢 你也要吃 如果是因为呢 很多时候是 肥胖问题 也有伴随着一点点的内分泌失调的 那女版的动力呢 就是可以帮你去 就是在处理这个 所谓的内分泌失调的这种问题 这样子 那所以呢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 如果你是要减肥的 那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 根据自己的这个 肥胖类型来选择 你要吃男版 或者想要吃女版 这样子 那么如果说 你是属于内分泌失调的 那么你就可以 多加rich 在里面 我自己会建议多加rich 在里面 其实呢 如果你follow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formulation的话呢 其实已经是蛮足够 蛮足够的了 当然如果你想要增加一点 就是分量可以吗 是可以的 但是你尽量也是 在那个时间吃是最好的 就是早上八点下午两点 跟晚上八点这样子吃 那么如果中间的时段 你觉得很饿怎么办 可不可以吃东西 其实是不可以的 因为呢 如果你饿的话呢 你觉得饿的话呢 像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喝水 喝水 就是你慢慢的喝水 你的饥饿感就会消失了 但是如果是真的 真的是不能顶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去吃水煮蛋啊 一定要水煮蛋 不可以半身手 也不可以煎鸡蛋 一定要水煮蛋 hardboid egg 一定要一定是要水煮蛋 其实呢 你吃通常呢 你吃一两一颗或两颗水煮蛋 你就会很饱了 那如果有一些 那么有一些会讲说 这样吃坚果可以吗 可以 但是那个坚果的话呢 尽量就是不要 不要有加什么糖了 你的坚果外面不要包一层 不要有一个sugar coating在那边的 就是健康没有加工 没有什么加工过的这种坚果就可以 你有稍微roaster的就OK 但是如果是有跟sugar一起roaster的话呢 那就不要 或者是有裹一些盐啊 这样子的就尽量不要 那么如果是要的话呢 如果真的是再饿的话呢 那你就喝水 不要吃东西是最好的 那么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些 有人有很多样的问题 那么我就在这边 可以跟大家一一解答 那 那其实呢 我想要跟大家再强调一点 其实当你做186727断食的时候 是你在跟你的荷尔蒙对话 也就是说呢 跟你的insulin 还有你的glucan管在讲话 所以呢 你要跟你自己讲 你在做18672清断食呢 是要让你的身体变得比较好 那么呢 尽量不要把你的insulin升高 很重要 因为insulin的话呢 它除了帮你去 呃呃 代谢血糖之余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帮你囤积脂肪的脂肪的 还记得吗 就是血糖它会帮你把 呃 不是 胰岛素会帮你把血糖降下来 怎么降呢 就是把你的血糖 带进细胞里面 存起来 储存能量起来 它不会立马变成能量的 它现在会把它变成 呃 囤积脂肪的 所以呢 尽量就是在这段期间呢 就是呃 不要让你的insulin升高 那如果呢 你可以把你的insulin降低的时间拉长的话呢 你就可以让你的这个生糖素上升了 它那生糖素就可以出来工作了 那还记得吗 我刚刚有讲 如果你让你的生糖素出来做工的话呢 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 呃 就是尽量不要让insulin呃 太常出现在你的这个呃 身体里面 那么呢 呃呃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一般六七二进食的时候呢 就尽量不要喝牛奶 因为牛奶呢 也会让你的血糖升高 所以是不适合喝牛奶的 那豆奶可不可以喝呢 呃 豆奶的话如果是没有糖 无糖的就可以喝 那燕麦奶可以喝吗 因为最近很流行喝 呃 很流行喝这个燕麦奶嘛 燕麦奶就比较不能喝 是因为燕麦奶是碳水化物为主的 所以就是呃 豆水就可以 但是就是无糖豆水呃 呃 才可以呃 才可以这样子 那牛奶也是不可以 好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想看啊 就是大家会会会发问的啊 就是可不可以喝茶啊 或者是可不可以喝咖啡 对吗 那其实呢 这些水我觉得可以四天而已嘛 就能不喝就不喝咯 但如果是减时期跟负时期的话呢 可以喝吗 可以喝的 其实你要减时期跟负时期呢 其实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呢 因为我们呃 公司是在呃 6月15号开始嘛 对吗 做这个我们有一个program啦 就是给跟如果大家可以在同一个时间进行的话呢 就会就是大家会比较有嗡一点对吗 就是大家互相扶持 那么就会不会感到寂寞 你才可以就是进行下去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的前四天跟后四天的饮食模式是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吃你要吃的东西 但是尽量不要煎炸 熏烤的啊 就是尽量清淡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喝豆水啊 你要喝咖啡啊 你要喝茶啊 你要喝果汁啊 你要喝牛奶啊 那些都可以 但是当你在做这四天的时候呢 我就个人认为是不要喝这些 呃 不要喝这些呃 咖啡啊 茶这些等等会比较好 啊 除了水 所以我觉得水是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呃 饮料了 哦 那么呃 其实还有一些是 如果说是呃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比较呃 很多人会问的 就是说呃 你这样的话 如果说呃 我不能八点做 可不可以 呃 我要九点才做 可不可以 我八点不能 或者是说我想要七点 做可不可以 一定要八点吧 其实如果你可以遵循这个呃 这个时间吃的话呢 当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你因为有工作的一些因素 的话呢 怎么办 那你就没有关系 如果你 你早一个小时 那么你的 你是七点的话 是早上七点吃的话 那么你下午就一点吃 晚上就七点吃 这样子 就是你跟住这个时间 啊 那就OK 但是你不要今天我八点吃 那明天我九点吃 后天我十点吃 可不可以 那尽量不要 是因为呢 让你的这个身体呢 呃呃 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去进行呢 会会比较好的 好 那么呢 还有就是说呢 呃 如果当中呢 如果当中呢 会有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哦 比如说有出现一些腹部的不适啊 或者是有呕吐等等的现象的话呢 那么你就暂停你的这个清断食 那么你这时候你就煮一些小米粥来去吃 会比较好 那啊 刚刚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呃 避免就是你 尽量十点过后不要吃东西了 因为你十点 早上十点不吃东西 到隔天早上八点 不吃东西的话呢 这一个时间点呢 你的身体在做这个细胞自食的动作 所以你千万不要吃东西 来让你的细胞自食 呃 前功尽弃 哦 这个很重要 那还有就是会有一些人会有胃的不舒服嘛 那胃的不舒服的话呢 你就可以喝这个海带姜汤 或者是这个呃 呃 这个红豆莲子汤 那么如果有一些晕的话呢 其实呢 你可以就是喝一些红糖姜汤啊 或者是呃 做一个 比如说你有时间的话 那你就煮黑米红豆义米加红枣 呃 煮来喝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是没有时间的 红糖姜汤呢 就非常方便 因为呢 外面你是有买 买很方便的 已经做好给你的 你只要加热水吧 啊 这个也是很 我觉得这个就很方便 啊 那个是OK的 可以的 那么还有就是说 如果其实是 呃 如果说你是很肠胃痛的人的话呢 可不可以做呃 情况是 其实是对我来讲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在这段期间你真的是不能顶的话呢 那么你就要考虑看看你是否应不应该去暂停啊 你要是你要去多观察你的自呃自己的身体来看你能不能进行下去 这样子 那有一些人呢 就是在呃 在做清断食的过程当中呢 会头痛啊 头痛的话呢 其实是呃 可能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呃 水分呃排出太多了 呃 盐分也排出去 所以呢 你的这个水和电质呃 你的这个电解质是不足够的 所以你要喝大量的水 或者是你头痛的时候呢 就喝一点盐水就好了 喝一点点盐水 看看有没有就是呃 帮你就是减轻你的头痛的现象 好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 大家我想想看 就是大家会常在呃 常在群组里发问的一些问题 呃 还有就是呢 有一些人会说呃 比如说如果说呃 你在进行这个呃 一八六 呃不是 一八六七二七断食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我的这个 这个呃 mustle mass会下降 因为有一些人是用这个呃 体重呃 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个测来去看自己身体的质量嘛 那其实呢 只是一个参考之而已 不会说你不会因为这四天就会让你的mustle mass下降到这么多的 所以其实呢 他是呃你要记得清楚 你还是有吃东西的哈 你的蛋白质呢 不会这么容易去被消耗掉的哈 因为蛋白质呢 我们身体是真的是没有食物吃的时候 他才会启动蛋白质 何况你在做一八六七二的时候 你有你是有固定在吃东西的 所以你的身体绝对不会先燃烧你的蛋白质的啊 你的这个体积啊 你的这个呃 体重积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呃 身体质量的这个数字呢 是一个参考参考值而已 你要清楚知道你做的这个饮食模式呢 他是在manu他就是在跟你的荷尔蒙对话 呃所以呢 其实这个是先燃烧你的脂肪 不是先燃烧你的这个呃 肌肉的 好那么如果说有断食期间有运动的话 该怎么吃呢 就是照常吃就好了呃 什么时间应该吃就吃 那么你该运动的时候就运动 那么如果你说你你你你吃了 你八点吃了 那么你九点呃 你八点吃了 然后过后去运动 然后九点饿了怎么办 那就喝水 你就喝水就好了 ok 或者是呢 就真的真的喝 真的是不能顶啊 你就你在做运动前呢 你就呃 吃一粒就是水煮蛋 就会ok 好 那就尽量就是不要因为你肚子饿了 然后你就去乱乱乱乱吃这样子 好 那么有一些人呢 也是会问那断食后会不会腐胖 就是会变得会变胖回去吗 那么当然呢 如果说你断食后你还是乱乱吃哦 大鱼大肉啊 没有在注重你的这个卡路里的话 你当然是会在囤积你的这个呃 脂肪啊 对吗 当然是会腐胖 所以呢 就是你你如果你想要你的身体健康的话呢 就应该要去呃 注重自己的饮食哦 尤其是如果是在于属于呃 比较是肥胖 的人的话呢 其实就是呃 尽量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模式是最好的 你可以偶尔吃不健康的食物 但是如果你长期吃不健康的食物呢 那就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饮食模式 好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哦 太瘦的人可不可以做 哦 有些人会讲哦 我这么瘦了 我我不要做 我不需要做轻断食了吧 那其实呢 呃 其实呢 你是可以做的 因为呢 他可以给你的benefit是更多的 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美 你的人看起来比较年轻 就是可以帮你延年逆瘦 所以呢 就是呃 呃 就是你瘦你也是可以做的 那么 如果你想要透过18672来去 增肥可以吗 那当然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如果你想要透过18672去增肥 呃 所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么还有就是呢 呃 如果说呃 在做18672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呃 睡眠品质呃 变得没有这么好 那么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可能你本身具体有 就是呃 有原本的问题了 也就是可能你是比较有压力大啊 或者是等等造成的现象 或者是说呢 其实你没有一个好 很好的一个心理准备 呃 来去做这个轻断食 所以你会有一个呃 压力 其实是在你的身体 在你的身体里面的 呃 所以就是呃 尽量就是呃 给自己的一个mindset有在里面一个正面的思考等等的呃 要清楚而知到呃 呃 就是和自己的身体对话 呃 不是在那边做这个轻断食的时候 在那边很辛苦啊 呃 呃 叫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思考啊 呃 做这个轻断食可以给我什么好处 呃 就是呃 不要太有压力 呃 如果真的是呃 有一些睡眠品质问题的话 可以多呃 呃 就是吃 就是 在晚上的时候八点的那一餐呢 就是加rich在里面 或者是用一些呃 精油啊 来让你就是 比较就是呃 放松一点 会会来得比较好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其实呢 呃 1672呢 你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执行的 千万要记得 就是呃 可能我们的时间就是828 这样子 因为呢 那这一种饮食模式呢 是一种策略 是一个planning来的 哦 你不是说你今天要这样 明天就这样的 因为也只是四天了 哦 那这四天呢 就是乖乖的去 呃 遵循跟执行这样子 因为比如说 好像打仗这样子哦 你打仗的话 你的策略一直换的话 是不是 就是你的这场战争 你会打不好 所以呢 策略的意思呢 就是你要根据计划去执行 呃 这个18672呢 就是一个呃 一种饮食模式跟饮食策略 呃 那你就 你就是不要去随机性断食这样子 你跟着这个时间做 跟着这个天数去执行的话呢 那么这四天加四天加四天嘛 就12天而已 一个月你用12天来去做 那其他的18天呢 你要吃都可以 怎样吃都可以 所以你只是一个月花12天的时间 来进行这个清断食 何况呢 这12天里面 只有四天 是让你尽量不要吃东西而已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去进行的 大家都可以去做做到的 啊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人呃 在中的很多呃 有各位都执行了这么多轮啦 对吗 所以呢 就是呃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见证 给大家看 就是我收集了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啊 就是 大家新朋友可以去看 就是看一看 等一下 OK 就是我不懂这里 有没有一些人 也是在这里面啦 就是我是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拿的 那这个呢 就是哎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 就是从这些呃 个案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是 不只是数字上的瘦哦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腰围很重要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当你在做 呃 这种饮食模式的时候 你未必要太在意那个数字的 就是哎 我今天我我做之前 我是可能你是七十呃 七十公斤的 但是我做了过后 我只是变六十九 是不是不成功 其实未必的 是因为你没有发现 你的腰围也瘦了 所以呢 我呼吁大家哈 不不不也不只是要猜呃 用称重的方式 你也是可以用量腰围的方式 来看自己的腰围有没有瘦去 你的腰围瘦了 那你就是真正的瘦哦 因为体重可能就是你的 muscle mass 比较你的 你是比较多的 muscle mass的 所以不一定要看自己啊 就是我觉得量腰围是最最 最好的方式 也是最鼓舞人心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其实很多都是 进行了这个一八六七二过后 大致上是减两到四公斤 这样子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腰围 腰围都是瘦去的 都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真的是有比较flat 都是这些都是三月进行的 这个一些见证这样子 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的明显 就是都是肚男 都是瘦去的 那这个的话呢 他是瘦了二十亿公斤 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呢 其实呢 为什么他可以瘦二十亿公斤 当然是他执行比较久一点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 看到他本人也是可以去访问他一下 他是怎么样去瘦下来的 那其实主要还是进行 用这个鱼味公司的产品 来去执行这个瘦身计划 可以看到其实大家都是摇尾变瘦这样子 好 都是这些都是见证 好 那么当然就是我们的配套里面有分就是 呃 男版男版跟女版啦对吗 那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呃 大家想要喝呃就是 是看哪一种就是男生的话呢 可能就是呃没有没有这个女版的动力的 那这个的话呢是有男女版一起的 呃所以就是这两个呃都不一样是在这里 那其他的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月呢就有这个优惠啊 就是你买这一套的话有送多很多东西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问 询问更多 好那这些都是这些见证了 那大致上其实我想到的问题就是这几个 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是可以放在 chatbox那边 那么我就会嗯就帮你们大家解答一下 好 就是这样吧嗯 刚刚是我的声音吧对吧 自己磨的豆可以喝吗 自己磨的豆可以喝啊当然可以喝啊哦你自己磨的黑豆当然也是可以喝就是没有加糖的就可以喝 OK刚才提到了打 vaccine不可以马上进行一八六七二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打 vaccine的时候呢是你打了这个疫苗进去 那么你的疫苗是要在身体里面做工的所以你进行清断食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的vaccine有一点点冲突啊 这些东西是我们不懂的所以就是尽量就是做呃在你打 vaccine的一个月你就不要做任何的断食是最好的 我有一次连续做了八天就那一次特别忙碌 饿到没有办法body cannot support anymore in this case i took almond and pick and i roasted it on my own bodies break the auto-fengi system 嗯 呃不会也不用紧的嗯 就是你真的是饿到没有办法你吃一点这个呃 那还是OK的嗯 做过一次一包六七二接下来 muscle mass and protein mass 都下降 bone mass也下降怎样才能回去呢 那像我刚刚有讲的有时候你的 muscle mass跟 protein mass 你看到是下降那未必是真的下降 那只是一个参考的数据啊 那 bone mass也下是因为呢有时候是嗯 这样这个东西是还蛮难解释的就是嗯 嗯不用太在意这个东西 那其实你的营养什么方面足够的话呢 那你都不会有太dramastically下降 那是如果说你想要说嗯把你的master 或者是 protein回来的话 还有你的bone mass回来的话呢 那你就多吃蛋白质的食物 比如说cell pro啊 嗯或者是说吃一些嗯嗯蛋白质的食物 那么呃 bone mass 的话呢 你就可以吃一些盖质的食物啊 而吃一些 magnesium嘛 这样子就OK 越做越轻松对啊 其实越会其实越做越轻松越觉得没有什么 那刚好就是现在大致上很多人都是在家做工嘛 对吗 所以应该是还蛮容易执行的 Inchagat is taken on empty summer or after a meal which one is better effect? 其实在家质的食物上是在家质的食物上 你可以吃了 after meal or empty meal also can 所以哪个是比较的效果呢 其实没有人可以说哪个是比较的效果 所以它根据你 其实它根据你 它根据你 的食物上的食物 所以我会选择 after meal 有什么方法不让内脏脂肪这么容易上升吗 如果你不要让你的内脏脂肪容易上升的话呢 当然就是减少你的腹部脂肪是最好的 那其实如果你要怎样知道自己 怎样知道你的内脏脂肪有没有燃烧呢 就是说你的 要看你的这个腰围很重要 还有就是你的腰围的脂肪的厚度 比如说你在捏你自己的肚子的时候呢 如果是厚过3.5cm的话 那你就OK 但是是小过3.5cm 那前提是你是大肚子的 你是有一个游泳圈 在你的这个腹部的话呢 那么就看有没有超过3.5cm 那这个可能是内脏脂肪 那怎么样去不要让内脏脂肪 继续增后呢 当然就是看要多看你的这个饮食模式 还有就是要多运动 多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其实是可以燃烧掉你的这个脂肪的 还有当然就是说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是 不要吃反式脂肪 就是煎炸类的油跟反式脂肪 不要吃 为什么做到一般突然通知要打疫苗 如果做到一般突然通知要打疫苗 怎么办 那就停止 就再吃再继续 腰围 腰围 腰围哪里 请问老师要怎样量那个腰围 对吧 那么我看要收一个图片给大家看 这一个 好 这个你的腰围是哪里呢 当然就是在这里 你的这个肋骨跟你的这个盘骨的中间 就是你的腰围 嗯 这个量 这个 做了18672 Fight可以下多少呢 这个很难讲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吧 所以我不能跟你讲 guarantee下多少 没有没有guarantee这个东西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要看 个人 所以不能跟你guarantee可以下多少 请问是18672 断食可以联系进行8天或12天吗 会更有效 我们自己是在说 我们自己是在说在整整做18672 手是前面四天跟后面四天是减时期跟负时期嘛 那中间四天是这个整整的这个 请断食 那么如果你要extend可不可以 其实如果你可以就可以 如果你不可以也无所谓啊 没有说会更有效还是什么 当然如果你可以 你你可以一直进行的话呢 其实是你可以一个月进行一次 其实也就是让你的身体在大消除 所以也是很好 也是很好的 所以未必说 我要好像8天12天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 根据你自己的状况 你可以 当然就可以 但是也要看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状况如何 那么如果是有一些就是不舒服什么的话 那要去就是要看自己能不能再继续进行 那其实18672是一种饮食饮食模式 它不像好像之前我们有办过的这些好像肝胆排毒营 这样子比较比较稍微麻烦一些 但是这个就是其实18672是非常非常容易 容易的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什么的禁忌吧 18672会不会导致blotted and discomfort for a few days but this is in turn related to the fas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I have a very healthy diet so actually if you are facing some bloated and discomfort it probably may due to your diet problems it is not it is not because you are eating healthy diet so you won't like causing some your intestinal discomfort so actually it because it might be cause when you do during you doing this intermittent fasting your your eating pattern suddenly like change changes so your your gut microbiota maybe it's still like ha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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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ble so yeah so maybe will cause some gas bloated or discomfort so or maybe you are you are eating too much fiber so will causing some bloated as well so if you during your fasting period you feel your stomach bloated or discomfort maybe you can add on some in chakra what do you know 什么正生可以喝动铃吗 什么正生啊 jordan yeah 你是讲什么正生 我不懂你写的东西是什么 so maybe 你可以在下面再 再重复再写一次吧 so after vaccination can we immediately continue to take intraway supplements yes you still can continue to take the supplements after the vaccination 清断食第二天来 月室怎么办 那就要中断 就是在月室的时候呢 尽量就 不要做清断食 那你来period三天后 你才做 来period结束三天后 你才做 身体健康的人需要多久做一次 18672呢 你要多久做一次都可以 就是你要每一个月都做一次都可以 或者是三个月做一次 18672可以排出小石子吗 是不行的 没有排出小石子 这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一定 它只是一个 一个饮食模式 是不可以让你排出小石子的 多久可以做一次呢 就是我想 你可以一个月做一次也可以 你要两个星期做一次也可以 你要三个月做一次也可以 一项三餐都以清淡为主 几乎无间障食物 但 什么 而乎还是非常容易发胖的类型 有什么好建议呢 就可能就是 如果是 三餐都清淡 那么 其实呢 你要知道你的清淡是真的 你也是要看你的饮食的这个比例是什么 如果说你是比较碳水化物为主的 even你清淡 但是你以碳水化物为主 但是也是容易胖啊 对吧 那或者是呢 还有另外一种 原因呢 是因为可能你是属有一点 有一些 水种啊 或者内分泌失调 所以看你自己的 要看是属于哪一种 原因 这样子 那什么好建议呢 如果你是内分泌失调 肥胖的话呢 你就要调你的荷尔蒙 印加 我都会prefer吃印加果油 然后吃rich 然后吃动铃 女版的动铃 这基本是这三个 嗯 清淡 清淡 第2 第3天 睡眠受影响 不能熟睡 什么原因呢 怎么改善 OK 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睡眠的问题呢 可能就是因人而异 那么要怎么样去改善睡眠呢 就是 有很多方式可以改善睡眠 你可以喝rich 就是安定 你要想看怎么样去安定你的心神 rich可以安定你的心神 然后呢 就是可以秀一些精油啊 或者是做一个 晚上做一些静坐 静坐冥想啊 或者是做一些呼吸法 其实都可以帮助睡眠 嗯 好 那么大致上都回答大家的问题啦 好 Rosaline 你举手就是可能你要问问题对吗 那么我就unmit你 请问哦 请问哦 马上让你讲 我们是要 因为我要参加这个 我是第一次啦 我没有 我没有开过 所以就是我们15号到18号前四天啊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照 就好像平时这样吃饭 还是 其实那边你讲 不要吃煎炸的啦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那前那早四天是刚才我听你讲的就是我们吃少一点是吗 对你吃少一点少一点然后不要吃煎炸熏烤就可以了 然后尽量十点过后不要吃 是啊那么也是一天三餐啦 好像早餐午餐晚餐啦 早吃啦 对对对 那么比如讲我们这四天过后啊 下来啊 好像 19号这样开始哦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不可以吃太多还是怎么样 你当你19号的时候呢 你就要开始吃饭 但是就要吃到22号啦 那么过了22号好像23号这样哦 过后呢 那么我们也是照就吃三餐还是 还是 照就吃三餐 但是不要吃太太过heavy的咯 就吃清淡一点 我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啦 像慢慢这样吃一啦 嗯对 前四天跟前跟后就是要吃一点点就对啦 对 就是尽量清淡就可以了 我煎炸也是全部不可以吃就对啦 啊是 哦因为我第一次我没有试过 我就是要试试看咯 可以 那你有进我们的群主吗 就是你有进我们群主的话 有问题也是可以在那个群主发问的 哦那群主是在哪里进啊 群主的话要看你的上线 有没有叫我们的这个同事把你加进来 是 你可以问看你有没有在我们的群主里面 我问大家啦 好 谢谢你啊 也不客气 有什么样的精油可以帮助睡眠吗 那其实呢有很多精油都可以帮助睡眠 当然common大家都会用 那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用 green mandarin 啊 green mandarin啊 如果再 在进一步的话呢 就可能用 这些 子宫乳 哦 子宫乳房有增生 可以喝动磷吗 那如果要看你的这个子宫跟乳房增生 那你有没有在 呃 喝 你有没有在做荷尔蒙治疗 那如果没有做荷尔蒙治疗呢 其实是可以吃 动磷的 那么其他产品 我们以为其他产品 你也是可以吃 嗯 有什么样的产品 可以针对子宫吗 是指呃 针对子宫的健康吗 跟保养吗 那么当然就是 呃 有啊 就是女版的动磷是蛮针对 呃 子宫的保养跟健康的 好 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吧 好 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要结束咯 那么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是可以多利用这个期间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 做一个大扫除吧 嗯 对 好 那么也可以多 就是在做这个大扫 就是自己的身体大扫除呢 就可以用我们 一位公司的产品 来去辅助你 嗯 好 谢谢你们 那么如果大家 就是如果有执行这个清断时的 就要看就是有没有把你 加到我们的群组里面 就在WhatsApp那边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呢 maybe你可以联络我们的同事 阿布或者是Grania 或者是看你们的上线 能不能帮助你们 把你加到这个群组里面 因为我们群组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讲师 还有我们的这个Paris总裁都在里面的 所以就是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也可以在群组里面发问 那么我们在这两三个星期呢 都有安排这个18672清断时的这个讲解 那么大家也可以邀请自己的身边朋友 如果有对这方面想要更了解的话呢 也可以进来就是听这样子 或者是在YouTube去找我们 之前分享过的这个topic OK,alright So,谢谢大家 那么我就结束今天的这个meeting咯 拜拜 OK,好 I got exit I got exit my last time Do I do one time? 18672 until now Still Okay,so you just did one time That's intermittent fasting And still And now still feel itchy So actually eczema problem You need some ti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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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you Actually For eczema problem It's quite complicated So yeah So actually you need some times To Let your body Do the healing So for me I would prefer No matter You are doing The intermittent fasting or not So Usually In your daily You need to Boost up your immune system Yeah Or if Really itchy On your eczema area So maybe you can Apply some products That can Help you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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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ce the itchiness So normally I would I would suggest To use instant moist So actually like for me Whenever I feeling my skin itchy I would apply the instant moist Especially on my back Yeah So whenever I After applied The instant moist Actually the itchiness Is already Like Won't feel any itchy Again So eczema It's a long term It's a long term Inflammation skin disease Yeah So you need some time To Yeah To Recover I think product One year already March I think Yeah So Actually eczema It's not Only you need to Look on your Diet You also need to Look on your Look on your diet Look on your immune system Look on your skin health Yeah So it's For me It's a different Prospective That we need to Look on Okay So Lawse Chin mwen Shue shu Zemmo tiao I mean I was Dud Zong E de So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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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 I Is pued I Pued Am I U Pued Haul I I E N I M M NO Pued You You didn't take any medication to control your eczema, yeah. OK, so, OK,请问,可以喝大豆氧磷子吗? 可以,如果那个是没有糖分的话是可以喝的。 那个大豆氧磷子没有糖分是可以喝的。 减食和副食食一味产品怎么样吃? 照常吃,你本来怎么样吃就怎样吃? 对,就是这个时候当你在减食跟副食期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那个时间, 你必须要去遵循的,就是你平时怎么样吃就怎么样吃。 OK 好,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了。 好,谢谢大家。 好了,晚安啦,拜拜。